大家好 我是YG500周夜预测 今天是11月16号 今天我们要来预测下鱿鱼币 昨天预测的是0.06美元 这个虚拟货币啊 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曾经预测过 我说这个虚拟货币会大涨 到目前为止没有大涨 反而下跌了很多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个预测应该是失败的 那么又有很多的人很关注他 因为买了很多 那么让我再预测一下 那么昨天摇了一挂啊 雷火风 就这个挂项来看 也失败不太乐观 那么我们来看下这个鱿鱼币今后在 数月或者数年的时间内 它的走向大体是怎样的 至少在半年之内吧 它的走向到底是怎样的 第一条 现在这个鱿鱼币 这个鱿鱼币需要进行有效的 正面的宣传才会更有利 今后的价格的上涨 有一点就是目前 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 它的价格不会有大的反转 不会有大的上升 它需要有一个正面的宣传的 正面的宣传啊 它还需要有更好 更正面的有效的宣传 目前它的主力资金也好 现金流也好 都已经远离了它 所以它的价格无法在短时间内上升 它有多长的时间不能有效的上升呢 短着半年 长着数年 我们说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吧 那至少是半年之内 或者乃至一年 它的价格无法上升 假如你持有这个鱿鱼币的话 建议你暂时的放下这一个币虫 有什么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可以去做其他的虚拟货币的投入 那么关于这个鱿鱼币的价格走向 这个视频就讲解到这里